就是把錄製之後的結果把它做修改 那當然錄下來會用add chart to 去把它秀出來 所以這邊第一段第二段 然後另外一個刪除好了 那這三段的話 我一樣有把它放在那個雲端上面 所以如果你要參考的話 這第一段 第一段在這裡 我們現在暫時先不考慮那個 就是相容性問題 因為相容性問題 這個地方add chart to 如果你是舊版本 這個會出問題 那其實你只要把 幾個地方做變更 其實像如果你要相容舊版的話 可能就是 第一個 把這個chart 2 改成 這個2拿掉就可以了 第二個的話 後面這個參數拿掉就可以了 我發現直條圖 你在舊版上面一樣可以跑得好好的 這個 要不然就是你用那個 我前面有另外一個方法就是 用那個什麼chart objects 那個也可以 圓形圖呢 一樣 這個可能要把這個刪掉 舊版的 你等一下可以知道 這個要把它刪掉 另外的話 還有一個地方 叫做負 在那個add chart to add chart 它裡面沒有 負 它就serial 所以你將來如果你要把它相容於那個舊版的話 還有一個方法 你把那個 這個版本 這裡面的那個 黃色的區域把它刪除掉 理論上應該就OK了 大概這樣啦 其實其他地方細節部分自己再try一下 那你會發現我們把它run一下 這個直條圖 一run就OK 這個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圓形圖 第三個的話如果你要刪除的話 那這兩個 刪除的話呢 在那個 VBA裡面 其實主要如果你要刪哪一個圖的話 那其實你就是加那個active 目前的 這個工作表 裡面的那個ship 就是它的那個 哪一個圖 那一般的話呢 哪一個 你除了後面可以給名稱之外 你還可以跟他講第幾個啦 不過你會發現 這邊我們一律都刪第一個 為什麼呢 主要原因是因為如果你把第一個刪掉 假設第一個跟第二個 刪掉第一個之後的話 這個第二個 它會地補成第一個 也就是說啦 你只要一直刪 刪 第一個 等於是說把所有都刪掉了 OK 那所以如果把這樣run完第一個圖 第二個圖 第三個就把它刪除的話 那這樣就OK了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什麼 乾脆我就做三個按鈕好了 第一個按鈕 是產生磁條圖 第二個按鈕是產生圓形圖 第三個按鈕是刪除的話 有沒有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OK 所以其實 當然我們最後啦 做完SUB 前面講過 VBA 如果你要增加按鈕的話 可以直接從那個開發人員裡面的插入 插入裡面有按鈕 你也許在這邊增加 第一個按鈕 比如說這個叫直條圖好了 假設我按下去 它會是直條圖 按第二個的話 那就是這個 圓形圖 加第二個 第三個的話就是刪除 假設 我們 習慣上我是先 把圖先 這個按鈕先做一個之後 複製再來改 因為每個都會長一樣 如果你重新再 用插入按鈕的話 那當然呢 會變成底下的那個大小 可能你還在調整 比較麻煩 所以我們做好三個 第一個直條圖 第二個圓形圖 再來我把它刪 刪除圖的話 理論上應該是刪掉這一個跟這一個 不過我們按一下刪除 刪圖會怎麼樣 你會發現 沒有這個兩個還在 但是呢 上面的不見了 所以 跟各位講 上面只要是圖的話 就是那個 Ship 有沒有 所以那個Ship的話 就是 他 變成說 因為我們 做了三個按鈕 那他三個按鈕 都 對面說他變 刪掉的是 第一個第二個 就刪掉這兩個 所以 如果將來呢 假如說 你要刪除 圖的話 我們剛剛是用這一個 方式來做 對不對 用這個方式來做的話 顯然會 出現一些問題 所以 這個要怎麼樣 剛剛好把那個圖表 所以你想說 老實說我如果不要刪 刪這個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這邊 1 2 3 那我4 5 可不可以 其實理論上你就刪第4 如果 假設 這邊 假設刪第4個 跟第4個 因為第4個應該會地補 我看一下 如果用這樣子 但理論上 我看一下 應該 不對不對 應該這邊已經刪掉一個 這邊1 變2 所以應該是刪第2個吧 看刪第2個 這個就刪掉 那這個理論上 這個 本來第3 又地補了 變2 所以如果刪第2個 應該是OK 所以當然我們已經有歸納出那個 一個 就是說如果你要刪除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方式是刪 可以刪圖 沒錯 但問題 如果你要刪是正確的圖的話 恐怕 你就不能用這個方法來做 然後我這邊提供給各位另外一個方法 如果你要刪除圖的話 後來試了半天 發現他另外有一個叫 Char 這個 Char 這個Char object 這個東西 這個Char object 實際上就是圖表 所以如果要把它刪掉的話 理論上你可以用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叫 刪除 用這個 Char object Delete 那寫的方法的話 我把它變更一下 這個是刪除上面的圖 所以如果把它變更一下 我再把它 再把它加回來了 這個剛剛的東西 假設這個 第一個是假設啦 我們希望做出來最後是 這個是直條圖 然後第2個按鈕的話 按下去是圍圓形圖 第3個按下去是刪除圖 假設啦 需求是這樣子 所以你們那個 再來 第18週的時候 你們要交個作業 所以你們要思考一下 那個作業要怎麼做 結果 理論上我們希望 如果可以的話 是直接 做出類似的應用 反正就是我希望 可以把網路上的資料 不管是開放資料 或者是 這個網頁資料 抓下來之後 幫我把它變成視覺化 一個爆表 然後視覺化結果 秀出來 可以很流暢的 按個按鈕 自動東西該有的都出來 那是最好的 所以我們直條圖 圓形圖 那這個刪除的話 可能你要改一下 如果你要刪 刪除圖的話 請各位改哪個地方 一樣是這個 這個工作表 裡面的什麼 裡面的哪一個 那如果是只要 你就不能用 這個 sharp 這個 ships 這個ships 這個ships 指的是 上面只要是 圖的它會刪 所以我們應該刪的話 應該是刪 所有的 那個什麼 什麼呢 叫chips 所以這邊的話 圖表就是這個chips 圖表的物件的話 叫object 那哪一個的話呢 如果說所有的話 就是 所有的 這個 chips 指的是 所有的 所有的這個 圖表 也就指的是 這兩個 如果全部都要刪除的話 你就什麼 點什麼 點Delete 就可以了 OK 那這樣的話呢 意思是他說 你幫我把這個chips 這個裡面的所有的圖 都刪掉 那這樣他就知道 如果你要刪掉其中一個的話 第幾個你可以在瓜糊裡面 第一個 或者是第二個的話 你這邊再加數字 OK 所以請你把那個 刪除圖的部分 改成chips OK 那 甚至你可以給名稱 這個名稱的話 裡面比如說叫什麼 這個也就要圖表1 這個要圖表2 可是那個 比較麻煩 用名稱的話 常常 最 容易出錯 就是因為這個圖表名稱 目前的話 你會發現 這個叫圖表7 這個叫圖表8 可是如果你下一次再執行一次 這個名稱又會變更了 這個的名稱 所以一般 如果要指定哪一個圖表的話 很少再用名稱 大部分都是哪一個 OK 第幾個 要不然就全部3好了 所以全部3的話呢 我剛剛把它改寫一下 基本上 改完之後的話 就是利用那個叫 Char object 這個後面刮鬍就不要了 就是意思是全部的 如果以後看到 有加x的話 表示全部 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 執行的話 這個就刪全部 OK 全部刪 那你的按鈕還在不在呢 按鈕還在 這個叫button 所以應該叫 button object OK 不是Char object 這個是button object 如果你要刪按鈕的話 也許這個地方 把那個什麼 把Char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 button 它叫button button object 可以把它刪掉 當然這個你想說 怎麼會知道 其實 你可以善用那個 F1這個按鍵 其實按F1的話 它會跳出什麼呢 官方版的說明 有沒有 這邊會 不過兩個讓你選 你按說明 其實我是按照 它的裡面的說明 去找到 相對應的這個答案 有沒有 Char object 有沒有 裡面的話呢 還有其他的啦 你可以再去 根據 其他的物件 裡面能夠做什麼 甚至 它會幫你把這個Char object裡面的所有方法 都列在這裡 也就是說呢 這個圖表能做什麼啦 包含如果你要複製 你要新增 這邊都有 屬性的話就是它能夠做什麼樣的相關設定 或者資料的變化 也可以從這個地方 去做改變 包含它的什麼呢 它的坐標 像它的寬 Wiz 它的高 它的 左邊的坐標 它的右邊的坐標 那這些其實 都還是 可以再做變更 那其他還有像數 數目的話就 count 它裡面到底有幾個圖 其實 也可以用點 count 來 知道這個訊息 所以做完之後的話 大概就是一個 兩個 三個 這樣就OK了 有沒有 所以 一 二 三 這樣感覺還蠻 滿流暢的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這三個 按鈕分別把它做出來的話 那請各位試試看 三圖 也許把它改一下 這個地方 雲端上面這個層次 我就把它改成這一行好了 我把它放在第幾圖 所以我把它放在第幾圖 第1、2、3 這個 三圖就改這個好了 OK 不過 可能會有個地方 會有問題 什麼地方會有問題 就是 如果你今天 1、2、3 是沒問題 但是 我後來發現 再試了一下 會出現錯誤是 如果你再多按一個刪除圖的話 會怎麼樣 你會發現 如果 裡面沒有 圖表 但是你卻按了它的話 那這個時候會出錯 有沒有 為什麼 因為它裡面沒有 圖表 但是你又要叫它刪除 它會一定會發生錯誤 沒有 找不到圖表 那我怎麼刪 就會壞掉了 就卡住在這裡 所以理論上 你假設要防呆的話 應該是怎樣 應該是要做一個邏輯判斷吧 什麼判斷 最好的 其實比較合理的應該是 剛剛我們不是有 在這邊按F1 有看到有一個它的屬性 它屬性叫做什麼 數目嘛 其實數目的話 就是要點抗者 所以 也就是說如果它的數目 假設你要刪除的話 你要判斷什麼 如果 它這個什麼呢 Trial object點抗 什麼的Trial object點抗 就是 這個工作表的Trial object點抗 它一定要是 大於0的狀態下 OK 它的數量一定要是 要刪的話 一定要是大於 0的話 空一格然後 才能夠刪除它 然後刪的話 就是把它放在下一個 然後End if 這樣就OK了 就是 如果說 它的 這個數量 是大於0的話 表示說 一定要一個以上 我們才去刪除它 否則的話 如果像這個 現在這裡面應該是等於0 因為裡面沒有 我看一下 F8 有沒有 跳過了 這樣子 就不會出錯了 所以如果你假設 直接點Delete 因為 當裡面沒有任何圖表的話 那會發生錯誤 所以應該比較正確 應該是這樣寫 如果 裡面 一個圖表都沒有的話 那就不要刪 OK 所以做好 大概 長這樣 那我又把程式 放在雲端上面 所以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雲端白板 第四個單元 的 第幾頁 第三頁的地方 我把它貼在這 12 3 然後底下的話 就是 再去做按鈕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再做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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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